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着虔诚与敬仰 我们跨过了海峡 翻越雪山 来到了雪域高原 来到了西藏芒康县的日卧白马神山 在色灯寺的连诗法会上 我们见到了丹真荣布国府 他虽然年轻 却是真正的证悟者 丹真荣布活佛的第一世是萨绕哈尊者 是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之一 曾被言请执教于著名的纳烂陀寺 他广转法轮 开示庙制 培养了以龙树菩萨为首的诸多弟子 斗转星移 几百年 弹指一徽间 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转世 1983年葬礼八月吉日 萨绕哈尊者的十四世 转世活佛降生了 当时为了找到这位转世的小活佛 活佛前世的弟子 伽玛拉道古扎次人 前去拜见贝诺法王 贝诺法王说 在西藏昌都地区贡绝县境内 瑟登寺的东方 骑马走两天路到一个村里 村的东北方有一栋四层楼的房子 其他的房子都是三层的 房子的下面是石山 你们上师的转世叫阿朵次人 其父叫旺修 其母叫白马玉准 两人按贝诺法王所说 寻至贡绝县 桑耶向索香 果然将上师找到 此后 丹真荣布上师又得到了 昌根阿瑞仁波切 松吉泽仁仁波切等大德所认证 丹真荣布活佛 从小就表现出 异于常人的非凡特质 天生神通无碍 具足悲心 丹真荣布活佛 依指松吉泽仁仁波切 为根本上师 于十五岁即政务大圆满 以政务之力自然通达经教 智慧深广圆荣 丹真荣布上师 早在2004年就开始在汉帝 涉受弟子广串法轮 如今上师的弟子遍布全国各地 无数众生在上师的街影下 步上了解脱之道 丹真荣布上师是瑟登寺的寺主 瑟登寺是以一匹马的名字命名的 丹真荣布上师的第四师名叫松才让 他曾去拜见第三师噶玛巴 请他为自己选一个地方 新建一个寺院 噶玛巴说 我的马知道在哪里建四号 噶玛巴的马是连师二十五大弟子之一的化身 他跑到现今的色灯寺所在之处 打了三个滚后原计 由此确定了瑟登寺四只 这匹马的名字叫丹琼翁巴瑟登 瑟登寺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这匹神奇的马选取的四只 位于日卧白马神山 今天我们怀着万分的前程 来自转山朝拜 我们寺庙有两尊不共的护法 然后呢一个是赵好多灯佛父 一个是达世所动佛母 对 达世所动佛母 达世所动佛母是这个 对 这个达世所动佛母的神山 然后呢日卧白马神山 就是赵好多灯佛父的神山 对对对 一个不是佛母神山 日卧白马 汉译为莲花圣山 这里是阿弥陀佛 度母 莲师 一息错家空行母等 诸佛菩萨加持的圣地 要往那边走 莲师曾亲临此地三次 闭关二十一天 加持了所有的山崖修行动 福葬了诸多经文 故此圣地殊胜无比 与众不疼 当年骑请白马 玄者见寺的松财让尊者 最初在此神山上 建了一座小寺 独自修行 原先寺内并无佛像 修法是第七天时 在寺内献出一尊三米多高的自身释迦佛像 第十四天时 在四外岩石上献出一尊自身金刚手菩萨像 第二十一天时 第二十一天时现出自身十六阿罗汉像 第二十八天时现出自身印度八十四大成就者像 如今这些佛像仍供奉在瑟登寺的绝母寺院内 第三十八天时 念修仅三天 等同他方念修整三年 有一次 丹真荣布上师与寺院的僧人们一起经过此处 丹真荣布上师指着这块石头说 我们先念遗鬼 念完之后你们将这块石头劈开 等遗鬼念完 僧人们将这块石头劈成两半 发现石头劈开的截面上显现着自身的观音心咒 如同人工精心雕刻上去一般 变成一半 说这个酒劈是我们算是前世的一个酒劈 第十三是皇后的小劈 对 因为实在太多 所以难以绕开走 心想着 踏着文字走的话 不是造业障吗 但看见很多同行者踏着过去了 细想 转一圈神山 如同念诵一遍 观音心咒 若不绕转 那就太可惜了 故而又随顺前行 正因为此地有如此非同凡响的加势力 因此 在此地修建的色灯寺 几百年来成就者辈出 然而 历经岁月的洗礼 色灯寺在单真绒布上师接任住持的时候 已经是破败不堪 重建寺院的缘起于 2002年 葬礼正月初三显现 当时上师的不供护法 扎和多灯现神说话了 护法对上师说 现在色灯寺很破烂 不修不行 附近的村民死了 也没有人超度 你一定要回去修寺院 单真绒布上师发下红愿 一定要重修扩建此 莲花圣地的寺院金堂 完善道场的设施 让汉藏两地的佛弟子 能在此地听经文法 闭关修行 让再次修法的人们 同享修行三天 等同三年的加持 2003年 上师开始重建色灯寺 上师与寺内三百多位喇嘛 一百多位爵母 以及附近乡米一道 终日忙碌在建筑工地 在上师的慈悲感召 与三宝三根本护法的加持下 寺院大金堂 终于在2004年落成 这次亲临色灯寺 我们有幸在这个金堂里 参加了 由单真绒布上师主持的 中阴文武百尊超度法会 色灯寺大幻画网坛城 于藏历活狗年 2006年7月初时开工建造 坛城于三年后的土牛年 2009年6月15 圆满俊功开光 大幻画网坛城 是密宗教法中的稀有法宝 无论建道进入 还是供养顶礼转绕 都能集聚无量功德 深法忌怒秘义自解脱灌顶 闻解脱法事文中云 凡建坛城者 在七世之内必能解脱正果 近年来 随着寺院红法事业的迅速扩大 新建一个满足日常法事 即文思蒋变之大金堂 已迫在悔解 2011年9月 为新建大金堂仪式 上师任波切 专程前往嘎驼寺 拜见尊贵的莫扎法王 法王观察到新建大金堂之源起 特别殊胜 当下主动为大金堂提名 潜意俱得色灯大圆满 任运成就院 法王当时于自信流露中 直输了单真容不上师 事业兴盛与长久注释其请文 2011年11月5日 葬礼9月初时 天降月之 连师吉祥日 莫扎法王金陵色灯寺 主持大金堂奠基典礼 奠基前夕 法王与光明镜中 亲见观音菩萨 与此同时 单真容不上师 梦见四道七色彩虹 由此吉祥瑞照 两位仁波切遂共同决定 色灯寺大金堂 将以大碑观世音菩萨之源起为主 并将金堂的第四层 命名为观音大碑堂 奠基之时 法王取出一件无比珍贵的密藏圣物 此圣物由法王的根本上师第二世 宗萨蒋阳清哲 去及罗桌仁波切 也及单真容不上师上位式的亲弟弟所赐予 连同其他殊胜宝物 一起埋入地基 作为大金堂永久之任运成就 远起物 如今色灯寺新京堂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从目前的建筑轮廓 可以想见其建成之后的宏伟雄资 这样的建筑规模在康藏地区的京堂中趋至可数 在远处的草场上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眼下正值连师法会 瑟登寺的僧人们与藏民们在一起耍把子 单真容不上师与大家一道兴致勃勃地观看 格萨尔王金刚舞 在新京堂的建筑工地上 却是一派忙碌的景象 新建的大金堂一共十一层 下边六层用作仓库 宾馆 餐厅等 上边五层为金堂 包括大殿 护法殿 观音大碑堂 供奉圣五层 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 在金堂大殿中将供奉五尊十五米高的佛像 分别是释迦摩尼佛 兰登佛 弥勒佛 莲花生大士和金刚萨佛 在金堂第四层将供奉九尊五米高的佛像 分别是千手观音 药师佛 不动佛 皇财神 金刚手菩萨 文殊菩萨 长寿佛 聚光佛和白度母 金堂中还将供奉七寸高的佛像两万尊 分别为一万尊 座明佛母和一万尊 金刚萨朵 本师释迦摩尼佛在广界经中云 何人建造金堂 乃为七种十福之手 《巨舍论大书》第一品中也有如此广说 在有漏的菩法中 修经堂的功德最大 从诸成佛法供许的观点 修造佛菩萨的庙宇殿堂 乃一切有漏善业之王 在僧众造经堂时 随力支持随习者 将来在此经堂内进行的 所有文思修行的善根 皆同等获得 因此 观世音菩萨化身 斑马斯德上师云 为僧众建经堂时 随碑一筐土 等同一筐金 法王如意宝曾经开示 真正利益众生的上师 在做任何一件事情时 弟子都不能放过 不管是以人力还是财力 都应跟上师结上缘 那自己的发心水滴已经融入到上师 广大无边的功德海当中 这样的功德远远超过 以自我为中心而造作的善根 经众弟子齐寝 上师仁波切开示 聚元同修可随喜新大金堂 凡是发心清净随喜者 可获得这一福田的殊胜功德 包括财布师 法布师 修建金堂 造相等诸多功德 滴水入海 同海广大 瑟登寺僧众将为随喜捐鉴 瑟登寺新大金堂者 做圆满回向 并祝愿健康平安 财富俱足 修行顺利 福慧增长 迅速圆满世间及初世间 福慧资粮 种下究竟解脱之根 即生成就佛果 如此珍惜善缘 殊胜难得 欢迎广大善信结缘 这一历生事业 愿所有建文者参与者 皆共同成就 殊胜功德 肃正无上菩提